什么是美? 诗经说,巧笑倩兮,美目叛兮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在历史强河中,许多人试图说清楚美的含义 而这个古老的命题,我们的祖先早就给出了答案 鳄鱼,飞鸟,狗,哦,也可能是老虎 五千多岁的两种黑桃上 记录下了两种仙人宛出狩猎的一天 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朋友圈了 对于生活之美的记录,古人和我们一样认真 如果你以为两种人的眼里只有黑色 那不妨看看这些 鸡骨白,丛黄,玉庆黄,碧青,乌灰,泥桃粉,鲍玉珠 在色彩美学的敏锐补桌上,我们的祖先五千多年前就十分领先了 他们还是不折不扣的细节控 比如这些 放大,放大,再放大 宇宙之美,尽在其中 山川日月之下是流动的时间 春天古城中长出的绿意有多少种 秋天收获的大地色就有多少种 无论历史的风吹向何处 五千多年过去 每个春天开始的时刻 它的美丽从未失约 我猜你看过许多文物 走过世界的万里山河 无论眼睛 文明总有相似之处 历史的笔以千年为单位 一笔画在过去 一笔留给未来 所以,什么是美? 在梁煮,看见中国之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